萊姨明世君 我們怎麼很高興 《歷書博》裘法院可以來 好 阿嬤 現在請英如兄來講 你故鄉在哪裡 世衡的經驗如何 分我們知道一下 好 感謝殿會長 謝謝這個郵政會長 鄉先生來 我也要感謝你 有這個機會讓我講一些 想說我半生 在這裡為了發炮 為了我們台灣做一些事情 有這個機會來報告 有 大家來奮賞 我現在說 我世衡 國兵人 我病毒人 國兵人可以說是 典型的這個鄭家 鄭家的小孩 我學校 當然是在鄭家的國學 那時候因為我小時候很愛國政生 蒸肥 蒸規矩 雖然 學校才說我讀農業學校得好 所以我就從來開始 我去讀日本時代 做國兵集立冰東農業學校 我去讀三科 後來改做修醫科 所以我在冰東農業學校 比拼六年 那中間當然有很多事情 第一 第一就是變廳 臺灣選國外主郎 對一個市民黨在這裡 日本的市民黨在這裡 國外做新中國的市民黨在這裡 很不久 但是也在接受 在旁邊那中間遇到這個二法 這個二法四驅 大家都知道 沒有必要我再說 但是這個二法四驅 對我的前途 說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時候你幾歲 十四歲 十四歲 我十四 應該是十五歲 我創意 其實我也有參加 二法四驅 我也有參加 那中五五 應該不知道什麼事情 到冰東是三個缺席 就是一九四驅 三個缺席到冰東 我在說為什麼二法四驅 對我有一個衝擊 因為那個二法四驅 給我的父母 這很大的狗粉 或是這很大的不安 所以我老婆就見識說 不要再選擇了 所以沒辦法撤起來 所以我那時候是初中必須 我初中是第二名必須 應該要選擇也沒問題 但是我老婆就沒辦法選擇 那時候我老婆在台東有在經營農場 也有可能要叫我去做新 好 這個我就說完就好了 所以這件事就是變天堂 還接下來還有二十八四驚 我在想說我那時候說 沒有再倒回去搭 我另外一個丹燕如 跟現在的運命完蛋都不一樣 所以我也要感謝我的父母 讓我有機會繼續搭 那我冰棱農業畢業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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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學校要去大學很困難 但是我想說時代變 我怎麼不甘願說 只要搭一個農業 所以我心想要搭大學 所以這麼人心的準備 所以1950年 我剛才去韓戰復活 沒有幾天後我們比拼 那時候我就積極準備 就要搭大學 所以五令我就去報科 師範大學 現在的師範大學跟中興大學 有這麼好運 我兩經都有搭到 我選去農行醫 那時候農行醫 就是現在的中興大學 所以我就是在 他叫五師中興大學比拼 他譬如說我是第三季 所以因為我訓練之後 我去做老師 有一年的QY不好 然後賓農農農業去教授 廚後再叫做調級 調級就是臨死交叉 那時候空軍都走 滴都掉 第二季 第三季空軍都掉 所以還有這段經驗 實在是很痛苦 那時候我老爸過生氣 我相信是生種兵 出犯了 在宴會 在公圍 在公圍 所以那個對我衝擊不太大 本來我真早就有準備要出國 結果他們老爸過身 輸了就漸漸放棄 不過這個大學的中間 我有兩項事情 我現在感覺說 對我的人生影響不太大 第一項就是我第一的是 就在台北去食材國文團的軍官 美國兵 所以在那個 我沒有意思說 要告訴美國兵什麼 但最好那時候我贏他很賣 因為藤農農業的英文 對中合比那裡都不對 所以我有想說要利用這個機會 來結合一些英語 因為那個目的 所以我跟這個美國朋友 九倍跟我去伊比公園 分裂的時候 他這麼長的 長的我繼續連絡 但是不停他爭吼 在美國爭吼過生氣 還有一件就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大衣衫 重點無形的時候 我就遺開用 尤其出學 所以我停學差不多三禮拜 中間一國月 我想說我可能要完完停學 我倒下一個是學校 我是學校的比較技術 沒想學校的 還要接受 所以我又有機會繼續 不然有可能我沒有退 有可能就是說 我還萬一年兩年在比喻 所以這在我的一生就對了 事實上說是小事 對我呢 我感覺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以為我做了 去做老師 做老師之後 又去臨時交叉 那時候我老爸過生氣 所以我這個 出國那時候 那時候出國不是很普遍 尤其是我們台灣人 很少 但是我一直 有想說有機會 我要來出美國看看 所以我在台灣 我還算是要好 我還沒出國 前往台藤 所以我就在台藤 在台藤剛做 我從一九五七 工作到一九六八 嗯 所以在台藤 可以講 差不多十一年以外 你在對一個軍公司 我在台藤公司 我住了幾六歲 欸 是誰是在這個 這個 客戶湯匆 然後去豪北 改革中訓練 客戶湯匆後那時候 因為我 我家有老母 有母子都在屁股 所以我請求說要留在南部 要回屁股 不能回屁股 所以我還要走去旗山 在旗山 後面兩年 才回屁股 哦 啊 在屁股 我感覺說 台藤是不錯 家庭也安定 我可以照顧家庭 照顧我的小家庭 照顧我的 我的老母子 那邊的家庭 那時候還有一些 俗力 啊 不過 當時的那個 台藤 我就看到這個 台湾 國民黨統治下的 那個 真面目 我在台藤看得很清楚 我說我住這個社會 我可能真壞成我 真壞成鑽 我也不需要我的兒子 我會住路 住這種環境 成我 撤擠 所以我就決心 決心要來出國 在這個中間 有一個小小的成就 我先稍微報告一個 這個算是說要說好要說不 啊 1965 我1963做主任 六二六三六十 成就很好 我剛才撤瓶床中青 優秀以來的紀錄 在山龍 在那個 那種 成本 都撤了紀錄 所以 公司 我們很高興 當然瓶床中青也很高興 推薦說我要去 選這個優秀青年 我沒有 他說都要跟他國民黨 我說我沒有要跟他國民黨 不過在後面有讓 經管的壓力 有算接受 所以 有去 去幫一個獎 不過那個獎 跟中間國 那些消息 我出來的時候 我都把他消掉 我跟那些年輕人 我們有十一、十三個 做的社會上 我現在有保留 跟中間國社會 跟中間國社會上 中間國社會上 在幫中 我都把他消掉 我沒有要保留 所以我離開台藏 算是 不可以說韓磊 離開這個共事 我不是 我不是不愛台藏 但是我不是不愛台藏 那種族風 你就要做菜 你會知道台灣的風氣 你會逃脫 逃脫來上族館 一年三一節 我都要這樣做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我現在沒辦法做這個事情 是這麼多元年 我想這個國際都知道 我想在台灣我的經歷 學歷整個是這樣的 至於我的家庭 我那時真的想說 想我很困難 不是經濟時有困難 情形最困難 就是說他們沒有老婆 老婆很老 我都要照顧兩個家庭 所以是負擔不加重 但是現在環境 我心想要離開 這你們可以想想非常痛苦 情形上非常痛苦 不過我竭福 我離開時 我的大小子 大概差不多十 大概十一歲 一個十一歲是九歲 一個大概六歲 剛才進一年的樣子 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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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歲 要不然他們說話 所以 我不是這麼說話 還是這麼負擔不加重 還不就這麼大 你是清江學金是嗎 我以前是免學院的總學金 免學院總學 不過我來 因為貼我的阿里巴薩做一些工作 所以我算是有半個金 沒有轉 不過是那個 學位都轉變